来了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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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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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好 你好 这是七楼妈妈是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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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谁吧 你是她 何胖 是你 我看那个节目了 请进 请进 坐坐坐坐 阿姨 你好 你好 请坐 请坐 啊 要不然我们签 签快干什么 不签 不签 还真的 我已经想要这个效果 哈哈哈 我不会随随随随 你说我说什么 我说 可可大 你够 你够我 嗯 大很 二 好了 我爱你 又说什么 还不我爱你 而且我爱心会心的 哈哈哈 快坐快坐快坐 我买这个马上就出来了 好的 好的 我要我要有点壳 能不能帮我拿杯水吗 好 谢谢 温热的还是温的 哦 很天心啊 多挺快啊 它金牛做的 它不浪漫的 嘴巴很不甜的 有干净的杯子吗 要干嘛 你要干嘛吧 喝水 喝就上汁就完了 喝得搅一下 太大一碗了 谁能喝掉这么多 能喝多少 你们早上每天都喝这么多 对呀 我给你爸每次喝 喝这么一大杯啊 嗯 我来谢谢 谢谢 谢谢 你妈 对对对 我妈还那个 准备一上午了 哇 今天我那个蜂蜜放的不太多 我怕太甜 我说哈 嗯 你今年多大了 我五一年十二年 那我给你叫姐了 啊 好好好 看你很年轻 哎呀 哎呀你这一次我太高兴了 我真的 我真的最新年轻的 你看你妈更为不像那么大的 我看比我还小 哎呦我太高兴了 哎呦我太高兴了 我晕了 我妈最喜欢被赞美了 我们两个昨天还为这些讨论了一下 我们俩一上来就被淘罪了 我们俩最喜欢被赞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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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妈太嫌年轻了 你今天说你六十岁我还信 真的呀 嗯真是的我不是故意你哈 她要睡早觉了 隔短睡得挺好 你看你妈更为不像那么大的 我看比我还小 哎呦皮肤好好啊 对啊 好薄啊 哎呦我太高兴了 你这发型 不能说举十五双吧 全我堆的 哎 到哪去吧哈 这才有性格的 咱断的一晃 得了 你不知道晃不晃 人就知道 哎呦什么都没有就是这老太太发型 对对对对对对 好多人吧都不怎么认识我 但是一看你发型 你是不是一能性的婆婆 我说你怎么认识 他说你这个发型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自己先蓬蓬茶 我喝点这个啊 哎 阿姨辛苦了 喝一点 你们先喝一点 尝一下 我和你妈是一见如故 对对 我们俩性格配合了 我们俩太厉害了 你俩干杯一下 来 你俩干杯一下 少喝 来 我这是十多种十五六种食材放一起 好好谢谢谢谢你的啊 营养啊少喝点也行 因为我现在也减肥呢 嗯 你减肥 咱俩有共同话题了 你怎么整个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 吃肉 啊吃肉 我跟你说哈 吃蛋白吃肉吃菜 对 别吃煮食 嗯 晚上吃得清淡点 所以就能减了 他其实这个老人吧 减肥不是为了漂亮 他能漂亮哪去 他就是为了你身体好 对 我的腿也承受不起 我身体这么重 现在有这个问题 膝盖不做手术了吗 跳舞跳 你看他们几个人都会跳舞 是啊 我不会跳舞 我不会唱歌 啊 那你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我有一个比较 我的优点是什么呢 我敢跳 我敢唱 我敢学 好 你知道不 我做这一杯费多大劲不 现在吧 我这里的食材吧 有那个胡萝贝 还有那个山药 哦 然后又放上帘子 还放红豆 然后放那个百合 还放枸杞 就这样 特别好 那如果我要不喝了 他就对不住你了 喝了吧 但是我已经喝七年了 对 也许我妈她们就是有喝这个东西 所以看起来这么年轻 对呀 我看你那么年轻 喝七年 喝的 对 所以我这个东西特别营养 都是那个营养物质 虽然他们有的时候说 哎呀怕胖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喝起来 黑瓷门粉吧 我喝完以后我就有个头发 以前也白 但是燕缓了 燕缓那个白发的时间了 来 走一个 走一个 啊 剩一点也行啊 反正我这里全都是好东西 这话说的虽然剩还是不剩啊 剩一点也行 反正这些都是好东西 喝吧 我帮你喝吧 行了阿姨 看给面 看给面子了 你怎么跟你妈妈说 你谈恋爱了 跟一个比你大的一个女朋友 她都不知道她多大 你刚认识她是不是不知道 后来你还回去查去了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我记得对吧 我说那个现在谈恋爱了 我说是吗谁啊 我说叫易能静 我就记得好像我妈当时在电话里面停顿了一下 找那么一个有名的干嘛呀 是吧 我都胖了 我家的当时一开始她不跟我说 后来很长时间她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妈她有群警她说 我说实话行吗 你说 就先实话 别控制 我的脑袋就 哼 大了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了 想了好几天 我就跟她说了 你要想想 你要以后要负的什么责任 你要付出的什么代价 你心里这个压力你能不能接受了呢 如果你想好了你就去吧 我尊重你 人生在世一会儿是不是 我跟着自己的心都不行吗 我为什么要待会别人说什么呢 对对 你这句话说太对了 真不能在乎别人 咱就是事情不好就行了 那你两个跟儿子的关系好吗 蛮好的 他们两个个性有点像 就是我儿子话也很少 很少 我蛮感动的是 我儿子那时候还很小呢 才到我这呢 然后他就说 叫你儿子上来 当你的主婚人吧 结果我儿子一出来 就把大家给讲哭了 他就说那个 我妈刚开始说 她找到一个男朋友的时候 问我觉得怎么样的时候 她说 我说好啊 她说但其实我心里不是不接受的 可是看到他们两个相处之后 发现小浩哥哥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 然后最后一句话就说 既然妈妈你希望我得到幸福 为什么我会不希望你得到幸福呢 然后下面就哭成一团 你记得吗 小浩哥哥这一次 非常特别 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 你记得小浩哥哥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你有问过吗 只要你喜欢我 他就跟他在一起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就不再跟他在一起了 但是结果呢 我一看到小浩哥哥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人是对的 因为他对我很好 对你也很好 所以我并不是基于压力 才觉得你跟小浩哥哥在一起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绝配 然后小浩哥哥请你 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 我觉得我老公有一种 古老的审美价值 因为他对孩子也是 因为我高龄怀孕嘛 46岁才怀 47岁才生 哇 对 但我之前有一次 我看完很多医生 我说我可能不能怀孕 我说你怎么想的 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再找吧 因为这才三十几岁 将来没孩子 爸妈怎么办 对吧 他说我就想了 我爸跟我妈 现在也没跟我过 不他俩过嘛 所以将来老了也是我跟你过 孩子也会出去的 所以既然这样 没有就没有了 他是真的这么说的 这真就是爱的力量 这真就是爱的力量 妈我想跟你问一个问题的 真心话要回答 我当然了 如果我真的不会要孩子 你会怎么样 我会觉得非常地遗憾 因为我想 我不可能不想要个孩子 所以我说如果我没有孩子 他也同意 那你们就好好地过 可是你要我说实话 我是非常遗憾的 对对父母的心情是这样 但是我们还希望 我们老人是比较开心吗 对对 我跟我妈去倒杯水 妈我们倒杯水 行行行行 妈我跟你说 来来来 生孩子这是大事 你不要掺和 这是压力很大的事情 我当时经历过 那个太痛苦了 你不要为了一直认同人家 因为你 你不知道你会伤害到谁 因为他可能很努力 在要孩子 明白 多鼓励好吗 因为我经历过 中立体经历过的事情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他妈说我很遗憾的时候 我妈在那儿餐活说 对还得要有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我已经生了 所以你可以说这种话 但我妈真的是无心的 因为她可能也是真的这么想 所以后来我把她拉进去 她说我是真这么想 我说你真这么想 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 妈 你不生气 背号不生气 别老当别人面前那样 我没有 所以把你拉进来 我这个人就是 太实在 看人家的事我觉得也是 你还是得有孩子 我也这么想 但是呢 就没为人想一想 人也不是不想要 现在暂时没有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提醒 是挺及时的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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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咱俩呢 我也请你出去 咱俩出去逛逛 帮和他们聊 聊什么呢 聊他们年轻人的事 有时候说不明白了 你还 是吧 叫他们自己聊吧 给他们个空间 交给你啊 阿姨谢谢你 没事你放心吧 你妈跟着我没事 好走吧 我来开心啊 拜拜 别打架啊 别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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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架